台湾林木资源丰富 但每年却有高达99%的木材用量 仰赖进口 严重增加了碳排放 当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民众对林地存有禁法的环保观念 但其实森林必须要适当的梳法 以维持生态的平衡 为此林物局特别推动了 台湾木材的标章认证 鼓励采购国产木竹材 来振兴林业的经济 树医师以绳索吊挂 深入树丛中 拿出修树具为大树打理容貌 让树木得以摆脱断头命运 这样爱树护树的保育观念 已经是全民一事 尤其台湾被称为森林岛国 森林覆盖率超过60% 林木资源相当丰富 但国产材的使用率却仅有1% 有将近99%用量 仰赖进口 造成碳排放增加 减少碳足迹的整个大的趋势之下 我们台湾应该要负责任 自己也要生产一部分的木材 特别是在我们自用的部分 所以我们林务局在过去 从民国106年开始 就推动国产材元年 为建立永续循环的林木资源生态 林务局推动地产地消国产材 而木材来源主要是民间 2万多公顷的人造林 和2万公顷的国造林 并导入台湾木材 标章认证制度 希望让消费者可以认明这个标章 来支持我们台湾的国产木材 那你也可以 不会无意中去助长的倒法三老鼠 要突破1%的国产材使用率 民众运输观念必须重新建立 至于面对进口财低价竞争 林务局长林华庆表示 目前进口财都来自东南亚天然林 未来对于相关保育观念必然提升 届时低价竞争将不再是问题 届时下家会台东市报道